要不然如果是说有什么事故来讲呢 就麻烦咯 Hello 大家好 我是 JK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 就是如何把你的旧车的车牌放去你的新车那一边 有几样东西你是需要注意的 首先你需要把你的那个车牌号码的那些叫做 那个车牌号码的FONT 它的FONT不能用那些 fancy fancy 的FONT 你要用回 JBJ Standard 的FONT 不能有 Crystal 不能有不一样的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规律 所以你需要把你的前后的车牌也换回一个比较普通的 接下来就是说你也需要把你的车的那个 Tinted 拔出来 前面三片就好了 大径的 驾车的 跟这个FONT 这个passenger的 需要拆其他后面的Tinted 可以remain 不需要拆 后来 在那个文件那一方面你需要准备的就是你的原装的那个车卡 OK 你需要拿出来 拿去做一个 Inspection 的 Report 那个Inspection 也是一样 你需要去做一个叫做 B2 Inspection 的东西 把所有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 OK 你的 原装的车卡 你的Inspection 的 Report 跟你的那个Inspection 的 Receipt 全部交给你的Salesman 后来 的费用 也应该是在几百块里面 它是不包括在你买新车的费用里面的 讲到最后两样东西 当你的旧车跟你的新车的号码已经出来了 就好像说你的旧车的号码已经放去你的新车 所以你的新车的号码就会放出你的旧车 不要忘记跟你的银行就说你的旧车的银行那边update你的车牌 还有你的保险公司也需要给一个update那个车牌它们 要不然如果是说有什么事故来讲呢 就麻烦了 今天就讲到这边为止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 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想问的 就在下面那边给个留言我 我会尽量的去打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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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